3月11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日前,香港职业大律师丁黄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本次中央主动从国家层面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在法理层面依据充分 如果要把这件立法的修改从香港开始的话 它难度非常高的 所以这次是以人大主动的启动修改香港基本法 但是有一个关注点 它只着重修改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一些最基本的一国两制这些法律的元素是没有变过的 为完善公务员宣示制度 此前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所有县职公务员宣示或签署声明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丁黄认为这一要求的确立大大降低了反中乱港人士进入管制架构的机会 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香港如果要参选的话 要透过一个叫做声明 声明自己是拥护国家宪法 拥护基本法的 但是宣示的这个步骤 他流于程序化 不能够准确的去选择到底哪些人是心怀鬼胎的 哪些人是反中乱港的 我们也很清楚的意识到 他的一个叫漏洞 有一些反中乱港的人士 他成功进入了立法会 区域会这个圈子里面 丁黄坦言 过去几年香港社会各界目睹了立法会和区域会 在部分乱港分子的严重干扰下乱象横生 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甚至也已经偏离了其原有法定的功能和定位 立法会我们也看到了 是在过去的这几年的发展呢 是从扔香蕉到扔玻璃 到扔玻璃瓶之后 就是扔臭蛋 在这个情况下呢 已经去到了一个叫做 一发不可收拾的位置 那些人进去之后呢 就是先锋作乱 把区域会变成他们一个叫做 港独的宣扬平台 丁晃没有注重到他们的职责 是要作为市民和政府的一个沟通桥梁啊 一个平台啊 互相去了解的平台 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层面的作用 丁黄表示 完善选举制度巩固了香港社会止暴制乱的成果 期待特区行政机关能尽快完善本地立法 使相关选举能在未来一年中有序举行 现有的一些选举的一些程序呢 它有不足之处的 那在这个决定下来 就是很有力的去改善了 之前一些选举上面呢 一些漏洞 在这个止暴制乱的过程中呢 我们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一场战 现在的话呢 就是要在顾本盘元的这个情况下来 要推出爱国者治港的一个框架 能让这些爱国者呢 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去为香港的再出发呢 去做他们应有的贡献 好 Instagram 我发 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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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